Hello,大家好,我是Mayan 今天呢我会分享 这个就是Art Naho首次发布5年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 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这个 Art Naho新的爱雷岛酒厂 是因为呢目前在台湾还没有开卖 看起来大概8月中才会开卖 所以呢这瓶就是我那个小群组的一个群友 他叫Shan Dada 就是很大方的就是借我这瓶 就是让我可以开箱跟分享给你们 他就是从那个英国直接订过来的 所以运费加那些就不便宜 所以谢谢Shan Dada 就是让我可以分享这个Art Naho的5年维斯基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Art Naho 这个酒厂 那Art Naho呢就是目前爱雷岛的最新的酒厂 他就是在爱雷岛的东北边 然后在Bunahavin跟Koyla的中间 他的母公司叫Hunter Lane Hunter Lane就是一个IB的公司 然后他们出的威士忌就是 那个Soushi First Edition 然后还有那个Old Mouthcast的IB 然后Sewart Lane 他就是很久以前大概1960年年代的时候 有在布莱迪工作 他年轻的时候 然后他那时候就爱上了爱雷岛 然后他的梦想就是要开自己的酒厂 到了2017他就买了这个土地这样子在爱雷岛 然后就开始开这个Art Naho 然后他们2019开始蒸溜 然后开场就是跟他的儿子Andrew跟Scott Lane 一起开这个Art Naho酒厂 Art Naho五年是他们的第一个威士忌出 好那Art Naho呢就是有两个特色 让我那时候有做一个11间酒厂米币观众 第一呢Art Naho就是用重铜人民 他就是唯一在爱雷岛的酒厂有在利用重铜人民 其他的都是用资格管的那个人民的系统 然后第二个他们是说Art Naho的0NB 是目前苏格兰最长的0NB 大概有7.5m的长度 而且那个0NB是往下 所以这个对酒体来讲的话就是会比较密体比较重 然后又有一点比较干净 因为桶跟酒体的对话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两点我就是很很期待 就是能够开箱这个Art Naho的威士忌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开箱吧 好! 好! 好 那Arp那侯呢 这个五年的威士忌 它就是有利用 波本筒跟雪梨筒 一起去勾兑的 然后这边他们 是说50%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然后他们 没有在海修 只有写五年的威士忌而已 所以就是很新的酒厂 这个我就是蛮喜欢的 就是酒标就很一清二楚的 他们做这个第一个 首次发布的威士忌 就是马上出7万瓶 7万瓶的就是很多嘛 不要抢着去买 因为一定会买得到的 7万瓶 然后又是一个新的酒厂 你也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成功嘛 好 那我们来吻香一下吧 一开始开的时候 就马上闻到一个很香的 那个泥美的香气 闻起来 它的泥美是蛮强的 一闻就是有那种人参的味道 蛮像Lagavulin的其实 然后 它的冤勋的味道是 好像那个木炭 煤炭 ash 就是好像在露营的那些 火在旁边那些炭的味道 所以它冤勋是够重的 因为它是也是有用 40ppm的泥美浓度去烘干它的卖 那在闻下面下沉的话 它就是有那些柠檬啊 有苹果 然后有柑橘 然后有凤梨 然后香草奶油 这些都很漂亮 它的冤勋真的是比较有那种 好像中药的味道 就是有那个蒸入丸啊 或是人参的味道 所以是够强的 可是是很香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香的味道 好 那我们来喝一下吧 嗯 它那个冤勋 泥美的味道 真的在嘴巴会稍微爆开 它真的超强的那个冤勋味 就是好像 就是在吃木炭的感觉 然后有那个点的味道 然后后方是蛮甜的 咸甜咸甜 然后有那个干贝蛤蜊 三倍的味道 有海水咸味的味道 嗯 然后它尾韵是够强的 因为算是五年 可是我现在喝 它就是好像比五年更老一些 所以他们利用的木桶 应该是蛮不错的 就是品质很高的那种 啊桶子的木桶 好 那我来加一点水 因为它的酒精浓就是50 我们来看看加一滴水 或几滴水会发生什么事 好 那我们来温香 有加水的Arknoho 50 嗯 加了水它的那个冤勋 泥美的味道变低很多 然后点味不见了 好像变有一点甜 就是雪莉的那个香气开始起来了 有一点巧克力 葡萄干 然后有那种苹果派的感觉 嗯好 那我们来试喝有湿水的Arknoho 有加几滴水的话 它的烟熏浓度就真的会马上变低一些 嗯 可是对我来讲 现在喝它真的有那种 Lagavulin的味道 对我来讲 就是很奇怪 它有那种人参的味道还在 所以是蛮好喝的 然后我再喝一下 因为是蛮好喝的 好 那以价格的部分 我的朋友像他跟我讲 他在网页就是用70英镑去买的 然后加上那个税跟运费过来 大概15000台币 所以是蛮高的 上个月我是有看到一些有在卖那个水货的Arknoho 大概在3600 以3600的价格的话 我觉得是很贵的 虽然它是限量版 可是数量是蛮多的 有7万品 目前台湾就是有在预购的 我猜希望可以到2500以内的那个价格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会推荐这个Arknoho 给那些很喜欢威士忌的爱好者们 好总值来讲的话 如果我要给分数给这个Arknoho五年 我应该会给88分 我觉得如果他在2500内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公平的分数 而且他的风格是蛮像Lagavulin 就是那种很平衡的一支威士忌 而且他才5年 所以我是蛮期待 如果他们出10年12年的威士忌 应该是蛮厉害的一支威士忌 所以我会继续追踪这个Arknoho 威士忌 那你们呢 你们如果有喝过这个Arknoho 然后也蛮喜欢爱雷岛的一些威士忌 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像一点 跟Lagavulin一样 如果有的话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来讨论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